就是這些嘛 批次的話就是跑回圈 OK 4NAS 就跑看幾個到第幾個 那反正鋪外物就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然後再篩選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序詞Add Add就一個方法 點Name的話就一個屬性 然後AutoFilter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後面的話傳兩個參數給他 我講過喔 其實如果按照順序的話 Feel的冒號等於這個可以刪掉 如果你不是按照順序的話就一定要加 像這個地方就一定要加 After冒號等於 因為它的順序好像第一個是Before 第二個才是After 如果說我今天是直接就要After的話 那我就一定要After冒號等於 怎麼知道它的順序很簡單 不就打一個什麼Add的空一格 後面不是就會幫你提示嗎 有沒有 如果提示的順序是正確的 那你就可以不用加 那如果順序不對的話 那你一定就要自己打 打反正是它提示有沒有 應該應該懂這個邏輯啦 因為很多同學其實 慢慢其實要習慣什麼 奇怪有些東西它會自己幫你產生 那你就不需要特別去打這個東西 比如說這個Add有沒有 那你比如說你 比如說你這邊點有沒有 點下去不用打一個Add 然後Add一般習慣是按空白一鍵 或者你點兩下這邊也可以 我習慣是按空白一鍵 空白一鍵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了 我的參數第一個是Before 第二個是After 那如果我不是要是Before 我要After 那這個After的話變成你要自己打 有沒有你就打After冒號等於就指的是它 然後後面的話再加一個參數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是一個基本規則吧 然後那個什麼呢 這個只要是它前後都有中瓜糊的話 表示這個參數是可有可無 如果沒有中瓜糊 表示這個參數是一定要有 OK大概要有個概念 其實如果你還是不知道 在Add的上方按一個F1 它會跳到官方的說明網站 其實以前它不是網站 以前它會是已經寫好在Windows裡面 就有一個Menu的那個說明檔 可是後來好像都一定要跳到網頁 當然這畢竟比較好啦 只是說你跳到網頁的話 它有時候會有這種問題 什麼Enable to 它就是有時候連不到那個網站 理論上如果OK的話 理論上就是你只要按一個F1 它的那個說明檔應該就出來了 之前好像遇到什麼 要多按幾次它才會連得到 好啦不管 反正你之前有說過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 為什麼因為以後 有些東西不見得我都會說到 但是至少這些方法 如果你會的話還是一樣 你就至少可以自己去查詢 它這個叫MSDN的Library 就是MSDN裡面的那個韓式庫的相關說明 當然裡面不是只有VBA 它有一堆說明 大概說明的不是很非常的理想 有沒有這些東西 只是說至少 就比你說你自己要去買書 我覺得來的會比較 第一個啦 第一手資料 第二個的話不用錢 對不對至少它裡面都是微軟提供的 第一手訊息 其實很多書裡面幫你寫出來的 也是從官方的說明檔幫你延伸出來的 比如說我來寫書的話 我也是看官網 然後我把我看到官網的這些訊息 加以消化吸收把它寫出來 真的可以寫蠻多的 寫不完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手資料 再去做個什麼延伸就好了 太多可以寫 只是說 它還是要很花時間 而且要有願意去寫這些東西 我現在比較習慣 反正我就是教你怎麼做 然後其實做法非常多 但是我跟各位講的是 哪一種做法是最精簡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寫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並沒有寫很多程式 還有上禮拜還有講過篩選業務 後來有個篩選產業 比如篩選產品 篩選客戶名稱 最後的話可以用什麼 建立一個共用的SUB 有沒有 然後可以用傳參數的方式 可以達到什麼 達到共用程序的目的 這個有講到吧 OK 這個也很重要 但這個可做可不做 因為如果不做還是可以run 但是做了之後 我覺得程式應該會更好 我想第一個好維護 只要改一個地方 大家都 第二個的話呢 程式也變精簡了 看起來也舒服吧 OK 只是說呢 你要多學一個 所謂的共用SUB 要如何賺錢 如果不太清楚 請各位把上禮拜的影片再看過吧 OK 像這種東西 真的聽一次 可能還視懂非懂 聽第二次 聽第三次 反正說真的 這種東西你真的只聽一次你就懂 那算很厲害 OK 如果你程度很好 那沒關係一次 但如果你程度沒有那麼好 建議是多反覆聽 因為說真的 那一次要聽懂 我發現還是蠻困難 很多人真的是 聽到好多次 還不見得聽得懂 還是不見得做得出來 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專業的標準 其實還蠻高的 坦白講 我不能說 這東西很簡單 非常簡單 對我來說 對我們這種來說是很簡單 但我不能用我們自己的 這個位置去看你們的使用方式 所以有時候我必須要調整一下 比如說我平常寫很順 那我不能說我很順的方法 然後來教你們 如果我這樣一下過了 那你們可能很多人應該就沒辦法接受了 OK 所以我有些時候 可能有些部分會講得比較囉嗦 主要因為我知道 如果不講的話 我看很多人應該會 一頭霧水 OK 所以會特別把它講細一點 因為這些問題 都是以前同學問的 我以前說 帶過去的 很快沒有了 然後同學 臉上就充滿問號 有沒有 現在網路上很喜歡用 黑人問號 為什麼一定要黑人才能問 黑人問號 到底 而且 難道是那個 黑人常常都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不是有種族歧視啊 OK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OK 剛剛講的那個R1有沒有 Go2就在這裡 非常簡單 可以讓城市轉彎 其實說真的 真的不是很困難 但是你看 房間書籍有特別提到的 還真的蠻少的 OK 然後還有剛剛那個重新命 就是 這個這個房呆二就是 那房呆三的部分的話 我剛有提過了 如果查無資料的話 查無資料的話 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 當然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我在這個房呆底下 做了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因為其實到底要怎麼知道說 他 比如說我今天查了資料 查完之後 比如現在篩選業務好了 如果我今天輸入AAA這個 那我如果沒有 我怎麼知道說 到底他 輸入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沒有資料 這件事情 就有點麻煩 那當然以前是想了很多種方法 最好是說查完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說他到底 他查完之後的總數 是幾列 但幾列的話 我先把它按 這也沒辦法按取消 我先按確定 那我先把他這邊設一個中斷點好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他這個地方 到底是不是沒有資料 那沒有資料的話 特別是要 因為目前我們是先add 然後再把它重新命名為AAA 那可是我想知道說 到底我查完的這個結果 是不是沒有資料 所以我勢必 像我的撰寫程式的經驗是這樣 我的習慣就是 如果我不知道怎麼寫 沒關係 我就是把我的程式先停在 我那個就是run的這個地方 前面加個中斷點 然後再思考一下後面的東西 所以其實後面這怎麼寫的 有的時候 就是先把程式先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做什麼呢 去思考我後面該怎麼寫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將來 後面的程式不知道怎麼寫 這也是一招 後面配合什麼 配合F 你寫完就配合F8 F8就是足行可以跑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的思考我想說 那我應該把它切回到 這邊看一下 他這邊是不是有篩選 這行還沒有跑 那我就停在這裡 按F8 好 那F8的話 表示說他已經篩選完了 續責E 幫我篩選 篩選什麼 篩選AAA 那這個時候他應該已經run run完之後 我們來切過來看一下 問題05 你會發現 結果呢 這個就查無結果 那所謂的查無結果 你會發現有個特徵 什麼特徵呢 就是你把游標放在A1的地方 然後你把它Ctrl向下的話 回來的結果呢 一定會是1048576 為什麼 因為呢 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你用Ctrl向下 它一定到最下面了 那所以我就 針對這個部分 欸 我假設啦 我要把它撰寫 對應的層次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寫 對不對 這個時候一定要記得 把它切回來 因為我們其實是 讓它停下來 我們只是有點像暫停模式 然後去Check一下裡面的細節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是寫什麼 如果 欸底下喔 所以這個底下 這個防呆 是我 停在這裡之後寫上去的 欸然後我就思考說 啊 防呆 我覺得這個 如果什麼呢 我剛剛那個序則1 向下追蹤應該還記得吧 rangeA1點 有沒有 向下追蹤到的列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 1048576的話 OK 欸 然後呢 我就跳一個訊息 ZEN 啊 所以這個時候是不是 按了F8 欸 對 你看喔 有沒有 它就進來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1048576 然後呢 查無資料 有沒有 欸 然後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你要就是 查無資料之後呢 那它已經幫我新增了一個 這個AAA的有沒有 那我應該怎麼樣 把這個AA給刪掉 然後讓它跳回去 所以接下來的層次的話就是 欸 就是先取消篩選 然後再把那個什麼AAA給刪掉 那AAA的話就是序子 什麼呢 AAA嘛 DENTLECT 幫我刪掉 然後再跳離這個程序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欸 防呆的結果都OK了 有沒有 你再試一下 好 欸欸欸 Enter 欸這裡了吧 OK齁 其他的話呢 就是 讓它跑一下 有沒有 查入資料 OK 欸 又關掉了 這邊就不見了 但是有個地方喔 可能會有同學會有疑問說 老師那這個1048576我怎麼知道 啊我跟各位講啦 你很簡單嘛 你就懂啊 Ctrl向下 兩次不會嗎 1048576 有沒有 啊這個數字其實 欸 要不要背 其實也不用背啦 老師有時候 他的Excel都不是104到1 有時候是9000多 不是9000多 是6536 6536是Excel2003以前的版本 對 OK 你這個問題很好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原來不是寫1048576 那就是要解決你現在問的問題 OK 因為有人原來是寫1048576 那就是只能針對2007以後才是1048576 那可是問題 有舊版怎麼辦 你要讓它相容的話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就可以寫成另外一種寫法 什麼寫法呢 特別注意喔 它是相容於 不管是2007以前或以後的版本喔 那打的方法就是 就是用那個Sales的這個物件 它點什麼呢 Sales的物件 Sales指的是 目前的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所謂的那個什麼 目前的這個工作表 就是所有的儲存格的意思 那儲存格的意思 儲存格有幾列的話 後面你就加一個 一個序述 叫做 點 加一個Raw 點有沒有 它會提示嘛 你就打一個Raw 特別是喔 Raw的話 後面的話 你就找到Raw 意思是說 所有的列 那後面的話 它有個所有列 後面加一個 有一個屬性 叫做什麼呢 叫做 Kont Kont有沒有 去的點Kont不是也Kont 這個Shit 後面就點Kont 如果它有這個屬性的話 那它就會 告訴你 這個數字 OK 如果說 如果你不確定 這裡面結果是什麼的話 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 直接在哪邊 檢視 裡面有一個即時運算式 這很好用 即時運算式中裡面的話 你可以先按一個問號 問號是Printer 然後把什麼呢 這個Sales.Rawse.Kont 直接讓它先把裡面的資料 先幫我吐出來 讓我知道一下 1048576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 將來呢 如果你是 以前2003 過以前的版本的話 那它出來應該是6536 OK 所以也就是 假設吧 但是如果你 不用顧慮舊版 那你就打1048576 如果你要顧慮舊版 那你就打這樣子 兩可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來Run一下 理論上這樣的方法的話 就可以幫我們把 剛剛的那個問題 完全的解決了 試一下 理論上 這個問題OK之後的話 把它篩選一下 然後再輸入一個 換另外 PBBB好了 Enter 這邊 它理論上 卡在這裡 那 這個一樣會顯示出來 1048576 兩邊是Match 兩邊Match 所以一樣會先怎麼 查無資料 然後呢 再怎麼樣 先取消篩選 意思是說把前面的這個 現在篩選狀態是這樣 把這個篩選狀態把它恢復 然後再把BBB給刪掉 有沒有 然後再離開這個層次 這樣的話呢 如果查無資料 基本上呢 就不會多一個那個 怎麼講 工作表垃圾了 OK 好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其他的話呢 因為我們剛剛 主要篩選的 就是 都是 所謂的文字篩選 包含什麼 業務 產業別 產品跟 客戶名稱 有沒有 所以啊 這邊的話你按 這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好啊 這邊的話就是文字篩選 那如果今天我要針對什麼 誒 可是我今天我不是 要 針對的是那個什麼呢 文字 欄位篩選 我今天要針對的是 所謂的 數字類的篩選 比如說我今天要篩選那個 總價這個欄位 那總價這個欄位 你會發現喔 它要 因為總價是數字嘛 數字如果你要取的資料的話 不就是小於 不就是大於 不就是等於 要不然就是大於等於小於等於等等的 或者是 介於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如果是數字的話 它跟文字的篩選的條件又不一樣喔 那當然比較常常用的就是介於 我希望喔 我希望幫我查一下那個 它那個總價是介於什麼呢 介於一般是這樣 點一個介於 那介於你會發現喔 它一定是兩個條件 有沒有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是所謂多條件查詢的 前面的話都一個條件嘛 因為文字比較單純 就輸入一個關鍵字 OK 但如果你今天是數字的話 OK 另外還有一個 日期喔 有沒有 其實日期你可以把它當數字 因為一樣也是介於啦 為什麼從哪個日期 小的到大的 然後我前面講過 日期在以share裡面也是個數字啊 所以它其實比對方是一樣 所以 變成上面那個叫 條件1 就是criteria1的參數 後面的話呢 是criteria2的參數 然後面變兩個條件的話 中間會有一個upgrade 就是有一個是且有沒有 且就end 或者或 應該一定要這個且 它一定要什麼 大於多少 而且小於多少 小於多少 OK 這個地方怎麼做 多條件查詢 我們待會再來看 另外除了多條件查詢之外 還有多欄尾查詢 有沒有 所以如果這些都會的話 延伸出去 其實我說真的 一個查詢系統 你就可以做非常多樣的查詢了 那以前我們寫資料庫 用其他原因寫 其實也用網路也就是這些啊 那你說 我們 只是另外在一個開發系統 而且那個開發系統 還有一個資料庫 很複雜 那用這個 結果一樣啊 那我為什麼 如果我的需求是很單純的話 那我用這個來寫就好了吧 那你不要小看它喔 它基本上能做到的 大型的那些資料庫啊 能做到這也做得到啊 OK 所以喔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有時候你的需求很小 比如一般小公司 小單位 甚至是個人 那你用這個就好了嗎 你何必還跑去學資料庫 說真的啦 有一點是拿 甚至要有一句很生動的敘述叫 拿大炮打小鳥 對啊 可不可以啊對不對 你要拿 這簡直有點像什麼 就有點 反正就工具用隊伍 我覺得比較重要 當然如果說今天你的需求很大 是一個大公司 就你還拿這個來鑽 那當然變成 應該是顛倒的吧 應該什麼 拿一把槍打大象 好像也還好 好吧 只是比喻而已啦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那個房呆3 雲端上也有那一段程式 OK 因為細部我就不一寒寒寒寒 其實主要就是 大概了解一下那個流程 這個方法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OK 如果還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稍微變通一下 沒有關係 OK 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程式碼裡面的話 應該是房呆3的部分 房呆3 應該是在第六頁吧 第六頁的部分 無結果 剛剛寫這個 雲端上也有這個程式碼 它可以 要不就是參考的用